趁著4、5萬人和平上訪21週年 香港法輪功學員按照政府疫情新規定 以4人為一主的形式來到中聯辦前抗議 要求解體中共 停止迫害法輪功 法輪功學員代表在中聯辦前打橫幅並宣讀聲明 之後和平散去 警方在場維持秩序 法輪功學員劉小姐說 經過去年的反送中運動 以及今年的中共病毒事件 越來越多的港人認清了中共的邪惡 了解到法輪功被迫害的真相 另外 法輪功學員還利用 從週六、週日兩天在全港各區 向市民派發九字真言海報、真相資料等 遍地開花講真相 因為我們要讓更多的香港民眾了解 法輪功是什麼功法 法輪功學員所遭受的迫害 說為什麼法輪功學員要堅持不懈的 長年累月的在街頭給市民講真相 其實我們還傳遞了一個信息 就是希望所有的市民能記住法輪功大法好 真相仁好 可以避開這場瘟疫 1999年4月25日 餘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 被外界讚譽為中國上訪史上規模最大 最理性平和的上訪 卻被中共誣陷式圍攻中南海 藉口打壓掀起了一場持續至今的殘酷迫害 新唐人記者梁珍 蕭龍 香港報導